八王之乱是如何毁灭西境的 咱们先说说这八王是哪八王 他们分别是汝南王司马亮 楚王司马尾 赵王司马伦 齐王司马炯 长沙王司马懿 成都王司马颖 河坚王司马庸 东海王司马月 那这帮司马家的人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那就不得不说到金武帝司马炎 给他的好儿子留下来的烂摊子了 我们之前聊到过 说司马炎他不放心傻儿子司马中 于是乎就先联合了外戚 然后呢又授予封王兵权 想要给他的好儿子上两重保险 结果这两个保险最后全都爆了雷 司马中你别看他智商不够用 但是他的老婆贾南风 那可不是一个善查 司马炎去世之后 太后的父亲外戚杨俊把持朝政 结果贾南风为了独揽大权 干脆直接联合了楚王司马尾 诛杀了杨氏外戚 汝南王司马亮入朝主持朝政 但显然这位贾皇后 压根就没有打算和别人去分享胜利果实 他诛灭了杨氏没过多久 就顺手杀死了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尾 随后又趁机把自己的亲岳母 太后杨氏也给杀了 从此贾皇后代替自己的傻老公 行使皇帝的权利 虽说历史上对于贾南风这个人的评价并不高 毕竟他爱搞争辩不说还非常残忍 当妃子的时候 就因为敢随意的把孕妇的肚子给剖开 金五弟司马炎当时就想废了这个儿媳妇 幸亏被皇后杨侄给劝住了 可是贾南风呢 成了皇后之后 不仅不感谢这个婆婆 还因为觉得当年婆婆这么搞 是让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人 所以夺权之后 直接诛杀了人家全族 还杀死了司马中的儿子 被司马炎当年看好的孙子司马玉 所以这种人尚未 按理说应该是很不消停的 但你不得不提的是 贾南风这个人执政首二 确实比司马家的那帮老爷们要强多了 任用了很多比较能干的大臣 奇迹般的让西晋的这个烂摊子 稳定发展了七八年 这个倒不是说贾南风太好 只能说司马家太糟糕了 果然这个稳定的时光没有维持几年 司马家的王爷们又开始闹事了 赵王司马伦跳出来发动政变 杀死了贾南风 他不仅杀了贾皇后 还学习自己的老祖宗篡权登记 把自己的晚辈司马中给升为了太上皇 然后自己登记了 司马伦这一篡位 直接在因为当年司马昭弑君 而跌落谷底的天子形象上 又踩了一脚 这下就炸锅了 齐王司马炯 成都王司马颖 河坚王司马雄 三王联合一脚踹死了司马伦 把进亏地又给抬了回来 那接下来消停了吗 也没有 在三王消灭了司马伦之后 齐王司马炯开始主政 那河坚王司马雄就不干了 都是造反 凭什么你拿的最多 于是联合长沙王司马懿 又杀死了齐王司马炯 刚杀完司马炯 又联合了成都王司马颖 杀死了来帮忙的长沙王司马懿 就在这帮人 你杀我我杀你的时候 一旁看热闹的东海王司马越 加入其中 联合幽州兵州的军队 又把正在玩潇潇乐的司马颖 司马雄全给送走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看了好几年热闹的傻皇帝司马中 突然去世了 说实话 对于晋慧帝司马中这个人 我更多的是抱以同情 虽然他因为一句 何不是肉迷名谁千古 但是当年司马颖造反的时候 所有人都跑了 只有侍中姬少保护着司马中 结果姬少被乱军杀害 血溅到了司马中的身上 后来大家要给司马中换衣服的时候 司马中就说 此姬是中血 误去 就是说他只是智力上可能有些障碍 但最起码他分得清好坏 比他的那个狠媳妇贾南风 还有那些整天就知道互砍的亲戚们 也好得多了 但很可惜 他偏偏处在了一个糟糕的时代 司马中死了之后 他的弟弟司马赤几位 也就是近怀帝 到这司马家连和司马 继续杀司马家的乱局也就结束了 八王之乱前后持续了16年 司马延当年留下来的两支主力军队 中央的中军 以及各路王爷的外军 此刻已经全部被消耗光了 自东汉以来 内附的胡人们 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掌控 按理说 以汉人的战斗力是不怕他们闹事的 但很可惜 中原王朝永远都摆脱不了内讧 随着西津武装 因为这些混账王爷而瓦解 朝廷对于这些外族的恫吓也就失去了 于是乎一场足以颠覆秦汉以来 北方文明根基的乱世也就开始了 你罢了